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今天Laura和Gordon 帶了我來中山吃好東西 肯定好東西 這個地方很難找 沒錯 剛才Gordon開車 開了很遠的水路 回了幾座山才找得到 對 上山上來的 這裡的名字很容易記 花果山莊 不是廣告 純粹是想介紹好東西給大家 現在看到我們桌上 我和Gordon有隻乳鴿 中山一定要吃乳鴿 我吃乳鴿就喜歡整隻吃 我真是第一次 我又試試這裡的乳鴿是如何 我真的不客氣 吃這些東西大家下手下腳吃會更慣 這個乳鴿比上次大愛吃的更好吃 哦 這麼厲害 肉很嫩 很嫩 有沒有爆汁 有很多汁 還有這個皮很脆 咬下去已經聽到蝦的聲音了 這個紅椒乳鴿的皮是脆的 厲害 可以了 如果有一點懷鹽在那裡蘸一下就很棒 只剩下那一點鹽 因為現在是原味的 夠不夠味 試一試 夠了 那些就是紅椒 紅椒 真的不妨 Gordon 這麼遠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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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過山 因為這裡的環境是非常漂亮的 其實剛才我上來的時候睡著了 剛才我上來的時候 上了一座車場的時候我才醒來的 我一打開車門 一走出一輛車 一看 哇 這裡是山莊 四處都是山莊 這座山莊真的就是幾座山 懷在一起的位置 因為剛才我們上去的一條路 全部都是斜坡 就是繞過一段山路 才可以來到這個位置 這座山莊是完全單獨的空間 所以空間也挺大 我們進去都可以看到 還有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是啊 這些是山莊 雖然今天沒有海味 咦 我就先吃山莊 這裡的圓林景色 設計有點像以前 我回廣州 廣州有些圓林酒家 例如北丸、南丸 這裡有點像那些 中間是一個水池 有些花草樹木的花園 一奇 然後周邊圍繞著中間的圓林建造 吃東西就算野情不好吃也好 看到這樣的環境 人也是特別精神的 先加了分 是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也挺好吃 真的挺好吃的 可以試一試 好 剛才Rolla 其實我們大家也可以一起吃 好 我不客氣了 來吧 因為條線可以剪 是的 這個我真的沒試過 正的蠔 香港吃的全部都是生蠔 但這個你不懂得開的話 就要小心了 咦 我跟你一次要怎樣開 我們叫了一個清蒸的山蠔 是的 想不到來的時候 蠔是未開的 是的 然後有一把蠔刀 是的 我就是想說 原來這裡的規矩 是要自己開蠔的 如果叫清蒸 所以大家如果來到花果山莊 吃山蠔的話 到時就不要說我大眼沒有提醒大家了 一定不要叫清蒸 因為要自己開 自己開 但是我可以試一下自己開 自己開其實我都開過 原汁原味的 是的 這個蠔邊我們看到 有條縫的 我們就在條縫的 在條縫 然後切進去 然後 握蠔應該是這樣握的 這樣握嗎 最好其實在下面 放一塊布 不會太滑 哦 OK 然後 把手撥過來這邊 蛤?要撥的嗎 是的 來橫撬開 嗯 喂 專業 以前我也會自己去買蠔 未開過蠔自己回去開 因為我眼睛覺得 夠力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覺得蠔是自己開的感覺 好像更加新鮮 哦 它是不是有些人會戴手套 是 沒錯 哦 難怪了 大家看到了 我這個蠔 嘩 好厲害 就開了 要是切開了 好厲害 要撕開 切開的時候 它那顆肉 那顆 會黏 瑤柱 瑤柱 好像瑤柱一樣的東西 你要切開它 這麼厲害 是的 嘩 好厲害 我幫你打開 這個 好啊 好啊 我不懂 怎麼打開 是這樣的 進去之後 這樣 不過你這個開到這樣 就似乎 直接撕開的時候就可以了 直接撕開的時候就可以了 哇 太厲害了 很厲害了 太厲害了 嘗一嘗 來來 嘗一嘗 我想問要不要點東西吃 這個要不要點 可以點豉油 還是我們可以試試它的鮮味呢 可以試試它的鮮味 它配了是蒜蓉的 有蒜蓉嗎 有蒜蓉嗎 這麼有蒜蓉 那我不客氣了 我點蒜蓉 好啊 好啊 你先試一下 可以嗎 可以嗎 流口水 完全是流口水的感覺 自己開的蠔呢 是特別好吃的 哇 正啊 攝影師哥哥可以幫我拍一個近鏡 正啊 哇 好吃 我來了 我不客氣了 這個真的是新鮮蠔 因為呢 普遍一下 如果蠔呢 不新鮮的那些是一蒸立刻脫的 它這些黏殼的 就明明它是蒜蓉生鮮的 有料到 我們這些海邊城市長大的小朋友 是這樣的 真的嗎 是 你看蠔是否新鮮 主要是看這粒柱 這粒柱如果還黏著 就明明這隻蠔是生的 是不會是死蠔去蒸 真的嗎 是 拍下一次 如果是死蠔的話 可以在消滅幾位委員會裡告他 是明明要蒸生蠔 對 當然 如果蠔呢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我叫的菜 就叫做 桂花炒素翅 我已經偷偷試了一口 真的嗎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素翅呢 就是不是真的魚翅 我們都很愛護動物 素翅呢 就像我們吃碗仔翅一樣 對 那種翅 有些芽菜 我看到有些蔥絲 辣椒絲 還有呢 它的桂花炒的意思 我看不到有桂花 但是它的蛋黃碎 可能就像桂花的顏色 對 所以就會改我的名字 哦 那不是很多地方可以吃得到的這個菜 所以我來到這裡見到 我就點一個 試一下 最重要先試一下味道 嗯 好像真的不臭桂花 那些黃色不是蛋 好像真的是桂花 桂花 真的是桂花 是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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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桂花味的話 那種桂花味未入口已經聞到 那種桂花味 它這個是蛋黃香 就是好像我們有時候炒粉絲 或者炒米粉 加一些蛋黃 它會有一種蛋的香味 那這個菜呢 清清的 嗯 不肥膩 可以的 那再試一下這個菜 嗯 這個也是我要點的 哇 這個是不是 至愛 這個就是白灼鵝腸 但是有個位置要彈一下 因為我看到它有一條腸 它的腸身 是有少許乳客 哎呀 是這條而已 大家可以 擺開它 哈哈 因為這隻鵝 可能它平時不太維護 腸道健康 所以過一節的橫鴉腸 就有少許乳客 我們試其他沒有乳客的 嗯 我想問一下 鵝腸其實那個清理都要很乾淨 是啊 才再去做 大家看到它這個腸 很乾淨的 哇 哇 它真的有很多工程 因為我自己吃鵝腸 我其實不喜歡吃那些肥膏 哦 人家喜歡吃肥膏 我喜歡吃腸身 是啊 加點芽菜吃才好吃 是啊 嗯 它這個清得挺乾淨的 有些蔥絲 嗯 夾兩條芽菜 嗯 真的挺爽口的 我覺得 如果這個爽口程度的話 我就是有點挑剔的 嗯 我覺得它味道不夠爽 嗯 因為它咬完腸 可能沒有用到很冰的冰水 嗯 或者馬上把它冰沾 哦 所以它咬下去 其實現在我吃到這個腥 嗯 不夠清脆 還可以再清脆一點 嗯 但是它味道不錯的 嗯 而且它清得很乾淨 清得很乾淨 清得很乾淨 對 那也是OK好吃的 嗯 可以一試的 要再爽一點 要再爽一點 對 再改進的話就再爽一點 它那個水 嗯 冰水要加多一點冰 嗯 不要用常溫 常溫是沒有辦法 可以做到冰水的 即時呢 它咬完 把它那麼熱 又變成冰水的效果 嗯 嗯 煎完鵝腸了 接著呢 就到這個 是 聖瓜湯 耶 這個聖瓜湯呢 就不是我和哥等吃的 哈哈 我又要試一下 我們叫了一個 土福靈龜湯 解一下毒 來吧 來吧 不如來吧 這個聖瓜湯呢 這個是龜湯 不是雞湯 是 龜湯 小心 可能有些人對龜 就會覺得 啊 這些靈掌 即是叫什麼 長壽類的動物 就不要那麼殘忍 那隻龜就不是因為我們而變成湯 所以我們剛好又露過這裡 還有 龜本身和這個土福靈呢 是退濕 排毒 我們經常都這麼繃 有很多毒素 積聚在身上 要排一下 嘗一下 嘗一下這個龜湯 是 我就不太吃得出 有時候的龜湯 那些龜 究竟是用 即是真龜 還是假龜 魚鱼其實是怎樣的味道呢 我看到它有些瘦肉 我也看到就是骨料 有些瘦肉 還有一些瘦肉 有土福靈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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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的土福靈味 也不是很濃烈 我喝起來覺得有些淡 對 有些淡 淡了一點 如果你說我們 廣東這邊的文化 我們喜歡吃龜苓糕 那些的話 可能會覺得這個龜湯是差一點 是嗎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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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印象 這是什麼 什麼 魚頭 燒牛汁炒白肉木耳 這個很有趣 木耳 就是木耳 木耳本來是黑色 有白木耳 這個鞋 這個爆是素 好 這個很棒 這個很特別 是不是來的 可以 來 喝完湯 嘗一嘗這個菜 這個菜 我都沒試過 我沒見過 其實我都沒見過 因為這個 看下去 好像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有點像花膠 小塊的花膠 但是它是一個什麼 就是叫做白肉木耳 黑木耳 我們知道 白木耳也有 它的炒法 不是普通的炒法 它是用了燒鵝汁炒 我們今天就沒有叫燒鵝 因為我們吃了乳鴿 那現在就試試這個白肉木耳 究竟是什麼 冬冬 什麼冬冬 爽口 可以嗎 這個味道還可以嗎 這個味道很棒 嗯 對 它用了燒鵝汁炒 你試一下 我就吃到燒鵝味 對 但是燒鵝汁的味 還有很重的西芹味 現在看到有很多西芹 西芹味 它這些不是西芹 是唐芹來的 唐芹味 好吃 好香 這個白肉 這個白肉木耳真的棒 真的棒 這個可以 這個真的好吃 但這個汁 好吃 嗯 木耳爽口 好 大家來到這裡一定要叫這個 這個可以 這個 記住是燒鵝汁炒 嗯 不要叫了其他汁 嗯 而且它炒出來 它沒有酸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吃那些木耳或雲耳 它如果用另一種炒法 有機會會偏酸了 它這個是用草酸味 這個沒有酸味的 我覺得真的值得 值得一試 我們試完這個木耳 有一個菜我們沒有叫到 不過呢 它這裡是順的 太好了 嘗試 嘗試順的東西 有沒有付錢的東西 這麼好吃 在心理上 就是這個包 對呀 很有趣 這個包好像是番薯的顏色 對 撕開一張紙 像紫薯 紫薯 聞下去 是聞不出什麼味 好像奶黃包一樣 有沒有餡 有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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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紫薯味 那不錯 那麵頭應該也有 好吃 它的麵頭其實有一點 皮 是 好像焗過的 是 焗過 不是普通蒸的 即焗完再 哇 挺有趣 像豆沙咸多一點 豆沙咸嗎 不是 是紫薯 我試試 會不會是豆沙 它的口感像豆沙 嗯 我猜它可能是紫薯 再加一點糖 嗯 是紫薯味嗎 但不算很甜 但很香紫薯味 嗯 這個麵包也跟普通吃到的奶黃包不同 它不是全白的 那個麵包肉 嗯 它有一點點 好像加了雞蛋 所以有一點偏黃 嗯 還有咬下去會比較鬆 它沒有那麼實 嗯 平時我是很少吃中式的蒸麵包 因為我喜歡吃香口的東西 嗯 所以我平時在香港 就算買早餐 我在地鐵站 我不會買某家麥記的麵包吃的 麵包 我是會買美心的 買過普通麵包 嗯 菠蘿包、雞尾包 那些 但這個我覺得可以 真的香 這個可以 還有雞肉 雖然這個麵包 飯也不用吃了 嗯 剛才老闆還在這裏說 太多人了 想想可能有點慢 現在想想很快 哇 太緊張了 真棒 這個蛋點 哇 這個名堂叫什麼 黃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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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辣椒醬 來來來 是 那我們 試最後一道菜 嗯 就是這個黃辣椒 蒸魚頭 耶 我想看你 這塊很滑 真正正 謝謝 這塊有很多肉 沒有骨的 好的 謝謝 那我自己小小的 要骨拌一下 因為我吃魚頭 很喜歡吃它的骨 真是頭骨 即是可以選一下 對 可以選一下 骨加圓 大家看這個魚頭很漂亮 哇 很棒 好啦 先試一下 我想問一下它這種做法 是否蒸的 蒸的 蒸的 我想它這些黃辣椒 就像我們平時的麵豉醬蒸魚 或者豆瓣醬蒸魚 很辣 有點辣 有點辣 很辣 它蒸得很滑 這個魚頭 我想說是 比我想像中 這麼滑 是的 它真的有些尿度 還有我想說 以前吃魚頭 我一直覺得 只有魚頭 前邊的部分 肉是嫩的 它居然說 這個味道還是嫩 我覺得我挺神奇的 那倒是 那倒是 因為它是這個 淡水魚 它不腥之餘 其實我們平時吃魚頭 魚頭 通常是鰻魚 鰻魚 鰻魚就會有一種泥味 沒錯 那些泥味 它沒有的 真的 但是它的醬汁又不算很濃 我覺得 它不會搶到它本身的鮮味 是的 會不會是因為它這個魚的來源 可能是附近中山自己的 比較漂亮一點 山上的竹籠 立即有下來 這條是飛魚 我覺得 比起我之前吃的魚頭 一向我很少吃魚頭 因為我怕它聲音 第二我不懂 真的會淡淡肉 我看過這條可以 不錯 我看到它除了有黃辣醬之外 它也有很多蒜蓉和蔥花 而且我不知道它是否蒸的時候 已經淋了一層熟油 所以令到它的材料的香味更加出 我覺得是跟這個有關係 是的 大致上我們今天就試了有六個菜 一個湯 還有一個包 這個霸王 不是霸王山莊 這個叫什麼 花果山莊 花果山莊 但是沒有孫悟空 我們自己就是那個孫悟空 是的 這裡是值得的 雖然我不知道它有多少錢 但是它的食物質素 是值得大家來到中山玩的時候 真的去打架車 上一上來這個花果山 來試一試這裡的菜 還有感受一下這裡 大家好像平時在城市裡吃飯 很拘謹 很急促 但是這裡有一個圓林景色 給大家看看 環境食物也是一流 很棒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謝謝Gordon 帶我們上來這裡吃好東西 下次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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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